好 那我們繼續來看下一則新聞 還是就是這個監委大戰 這個不斷的冒出火花 何止是火花 我覺得根本就是已經快要炸掉了 立委莊瑞雄就批評說 這場初選打法太髒 而且太超過 包括指控黑道跟財團掛鉤等 他就質疑民進黨中央說難道你都沒有看見嗎 他點名何志偉說打到毫無人性 然後他就說了 其實何志偉跟王世堅這兩個人的能力 誰比較出色 用膝蓋想也知道 結果何志偉回應的時候呢 他一度哽咽 民進黨的人真的蠻容易哽咽的 他說 民意代表遇到委屈是常有的事 只能等待天亮繼續向前 這個學中天的slogan 然後王世堅則是表示呢 藏進人心裡有數 不要躲在鍵盤後面 就可以這樣子糟蹋人 批評王世堅跟財團掛鉤的人 其實本身就是一個最大的財團 他怎麼會去講王世堅去什麼 跟財團去做一個掛鉤 然後跟黃成果打個電話 那個通聯這樣把他給秀出來 這在幹什麼 非常難看啊 這個黨中央難道都沒有看到嗎 過去大家並肩作戰的是黑道 然後什麼跟財團掛鉤 笑死人 他是怎麼為了一場的一個初選 毫無節制的去做這樣人格的一個 扑殺毀滅 王成果過去也是陳勝宏薛靈 何志偉的好朋友啦 連旁邊的什麼趙映光 然後他兒子什麼 就是你何志偉的家族去邀請人家 來入黨的嘛 那你把你去邀請來入黨的 把他打成黑道 但是把王世堅的人格這樣做一個摧毀 選舉哪有打成這麼髒 這一種惡意的抹黑攻擊不具名的 就是下山爛的打法嘛 做這些梗圖就是下山爛嘛 民意代表常常就會遇到一些委屈嘛 那很多這些攻擊的字眼啊 傷害的字眼 什麼何志偉是惡魔啊 然後賴清德是我的小弟啊 然後什麼嚇什麼爛的啊 我們當民意代表 我們當公眾人物其實 要吸收的這些負能量啊 要被攻擊常常會發生 很多時候我真的只能夠深呼吸 然後等待天亮 然後繼續很樂觀的向前行 人都沒有 那你何志偉拿人家的事情 來向我王世堅挑戰 來說嘴我王世堅強加罪名給我 每一次我都只是回嘴 不能說他污衊我 他對我潑髒水 然後我回首一下 就說我也潑他髒水 我相信這背後的常敬人 那他們心裡有數 好網友說 哎呦又哽咽了喔 真的是很酸 另外美銀 美銀我第一次點到你 他說 借凡美銀已經幫借凡按讚兼分享了唷 所以要謝謝美銀 特別再點一次美銀 然後接下來我們還是要看這個 我們的恰奇王世堅了 現在跟立委何志偉兩個人這個大戰 那今天就要開始電話民調了 當然要毛起來拉票 王世堅他就貼出了一張自己頭髮飛揚 看起來有點激動的那個照片 其實這個照片我好像還有印象 然後他就喊話要民眾支持 底下就寫著五個大字 恰奇回來了 又刻意用這個紅線刪掉 超級強目光的 那網友就回應說 你的小編好幽默喔 這樣照片真的好像恰奇喔 然後也有網友說 堅哥的照片都笑得很狂放 好看完了這個堅尾大戰之後 我們要有關係啊 台北市到底誰 如果不管是王世堅出現 還是這個何志偉出現 對於國務長來講 這一區本來就是一個堅困選區 所以呢一度傳出說要徵召 前台南市議員謝龍介來選這個選區 因為太堅困了 所以需要這樣強將 那外界當然覺得有點錯 那謝龍介呢 在今天他已經現身表態了 說自己絕對不會參選的 不會到這個區參選了 他沒有這個規劃 因為畢竟他不能就是 對於他在台南的相親的這個承諾 他不能忘記了 但是他說他也祝福王世堅 據有媒體人認為 謝龍介應該要轉戰部分區立委 其實不只媒體人 包括他們自己黨內很多民意代表 這樣覺得 這樣才能夠為2026年的台南市長蓄積能量 那鄉介則是表示 無論是哪個位置哪個安排 他都會是以大局 還有國務黨的團結為前提 現在有傳出說你要來選這個 市林大同這一區 我不會有這個規劃 因為只有在幫王鴻薇 胡選的時候 那我有上來 那隔天主委有打了一通電話 告訴我說你在台北市 狀況很好 反應很熱烈 就這樣子 所以跟大家報告 我不會有這個規劃 所以確定不會選市林大同這一席嗎 不會因為我要祝福王世堅 王世堅跟這個合作委兩個 就是初選鬧得滿沸沸癢癢的 現在藍營這邊好像都還沒有適合的人選 所以這邊你就是絕對不會清爭嗎 不會啦 因為你看嘛 我們每個區都有那麼多人在爭 所以競爭是好事 但最後是要團結 那自己的角色會放在可能不分區還是哪個位子 我目前還沒有規劃 如果你要選2026的這個台南市長的話 好像要先去長不分區的立委會 會是最好的一個位子 空出公沒在收盡不貼 現在2026離現在還有四年 所以現在自己2024也不會放在部分區的角色上 我們任何的位置跟任何的安排 我都會以大局團結為前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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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